性命啊 或是为了佛法 我们自己没有恶心 这些都不犯 比如说菩萨 这边是以菩萨界来看 他为了要 如果要为了自己 他也不会讲谎话 可是为了要利益众生 就托对方有情之故 我们要利益众生 众生他被手脚断了 或是生什么病 很痛苦 或是他有生命交关的危险 我们要利益他 我们会打一些小妄语 我们自己没有染心 为了要找一支友情 这样打妄语没有过失 或是我们为了佛法 自己没有恶心 打一些小妄语 来听经 来拜拜 拜拜很好 会让你身体平安 身体健康 一定会赚大钱的 其实拜拜不一定会 可是搞不好他真的来拜了 明天真的是赚大钱的 你让他来听一听 有时候是方便的 那这些补犯 你没有恶心 第二个恶口的开源 如果为了利益来说法 说律 为教授之故 或是亲友之故 内武贤恨 慈悸他 故是恶语 就是骂他 这恶语就是骂他 骂他呢 因为有时候卫法 呵斥他 比如说师长教徒弟 有时候父母亲教子女 父母亲教子女有时候要骂 你看我们小时候都是被打的 现在听说都不能打 所以老师都很不好当 台湾老师不好当 国外不晓得 也不能打也不能骂 更难了 像我们都习惯一定要打要骂 可是你看佛法 佛法骂 处罚是可以的 当然你不可以体罚啦 但是呢 处罚是可以的 骂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 利益他之故 有些人他要金刚怒目 他才会一下子醒悟 他才会一下子醒悟 会教授他 他才会精进 所以这是内武显恨 我是慈悲他的 或是这些事不犯 或是勿说也不犯 所以这边菩萨界也是讲 如果看到对方有情 行悦路 就是他非礼而行 出这个恶语 我们猛力的来呵斥他 方便令他出不散处 暗力散处 那这样我们要饶意有情 出这种 骂力的恶语 没有犯 伸多功德 我们把 我们把这边讲完 两舌开源也是一样 若未破恶之失恶半胆 不犯 我们离间他们 让他们斗争止息 菩萨呢 或是他 他呢 要教这些坏朋友 我们把他离间 他一直要接近这个外朋友 我们让他 离开他的坏朋友等等 这些呢 都是利益众生的一些方式 两舌 或是团体也是一样 或是他要破坏我们的团体 破坏我们的施掌名誉 我们来跟他离间 这些都不犯 再看最后 79 奇语 奇语呢 如果小语 失口 错误 这些都不犯 譬如说看到呢 哪有 那么菩萨呢 如果 为了要止息他人的重大的悲伤 忧愁 恼怒 他很悲伤啊 很忧愁啊 或是他很生气啊 那你讲一些奇语 让他开开开玩笑啊 或是讲一些他爱听的话啊 这样不犯 或是为他呢 要让他信佛法呢 我们讲一些奇语 这样也不犯 我们对他来起 我们讲这些呢 这个友情啊 他很喜欢唱歌跳舞 吟诗作对 或是讲这些呢 政治的啦 国王论啊 盗贼论啊 饮食论啊 或是讲这些等等 这些言论本来是 没有什么利益的 可是这个众生呢 我们对他起怜悯心 这时候他恰好 譬如说他很大的悲伤 或是他 我们要让他引入佛法 先以欲勾迁后令至佛事 我也很会唱歌 我也很会弹琴 我也很会怎么样的 或是我跟他呢 这样子来同事共处 让他隐色呢 能够听我的话 慢慢的引导他呢 转变他 或是呢 不要那么忧伤 不要那么 那个 那个 做那个行业也好 或是 让他呢 听我的 劝告 出不善处 安利善处 这些都没有 过失 所以这些呢 都是四种过失啊 我们呢 要避免呢 不要呢 犯盗 二口跟两舌比较严重啊 我们不要变成呢 我 好像呢 中了一个钉子 或是 钉了一个钉子 这钉子呢 你说我忏悔啊 我跟你赔不是啊 拔起来了 那个伤痕都还在 那个木板就有一个洞 所以这里呢 我们呢 二口啦 或是有时候 这个口业呢 要设修 要设修 所以这个 广告老师曾经讲一个故事啊 他说大安法师 跟他讲啊 在民国17年的时候呢 湖南南山岳祝圣寺呢 那个牢上呢 也是讲五戒呢 很多利益啊 大家听得很欢喜 也想要受戒 有一个小偷啊 听到呢 他要受五戒 那么大的利益 很好啊 他就想 杀盗盈望酒 我爱喝酒 不能够 不能 杀盗盈 我是小偷啊 当然不能受 只有望语呢 还勉强可以受 他就来报名授一条戒 报名授一条可以啊 那天呢 就很高兴回去了 老头上说要发心授辞啊 不要犯啦 好 回去了 恰好那一天啊 有这个 兵营啊 运了呢 一大堆响营啊 结果一大堆响营 那个团长带来持了个兵啊 在这个村庄过月 他的小偷同伴知道啦 就来邀他 今天有一票呢 很好干的 我们去呢 偷 那么多 银两啊 好 他就答应了 晚上回来的时候碰到他叔叔啊 你今天怎么那么 要干嘛 晚上还出去 干什么 就他突然呢 不不晓得怎么回答啊 因为他想 哎 以前都是用骗他的嘛 今天翘好受戒了回来 哎 哎哎 这个 他也不能说我要去拖 可是他也不能说我不是去拖 这下子突然不敢不晓得怎么回答啊 因为要编个 编个名词呢 有时候还不晓得怎么编啊 因为他今天受不忘语戒 他的叔叔还看他 你这个呢 自知乎乎的 跟我回来 又要不要再干什么坏事了 结果晚上就没有跟他同伴去拖 他同伴去拖了 失守了 被团长抓到 全部枪毙 所以呢 老上就讲啊 因为受一条戒不忘语 保持性命 何况我们受很多戒 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这件事我们可以了解的 这个忘语戒我们就大致上告一个段落 然后回答一些问题 好 没关系 好 请问啊 在梦中会经历到许多事情 这也是夜报吗 这不是啊 这夜报是 我们这个夜报是无际性的 比如说我现在是男众 你是女众 这夜报是无际性的 你现在梦中经历什么 这是第六意识在动嘛 善恶啊 无际都有 所思所想啊 那这个呢 你要知道说梦中有时候是 你说是不是前世的还是怎么样 你先不要想这些啦 你讲夜报可能就是啊 是不是过去的 素式的这样子 你先不要想这些 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今生的 你慢慢靠修行当然他会把素式的种子 会再引申出来 没有错 可是你很难分别的时候 你都要把我们现世 可以去判断的来对质他 来转移他 来提升他 来进化他 这样就可以了 请问我们copy几页 如果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 那这样也算呢 偷到吗 copy几页 如果在这个书籍的 可能是学生也好啦 或是我们一般的人 你copy几页 他应该会有规定 我以前也看过这些法令 你如果为了要学术研究 为了要自己读的 或是要怎么样 这些应该不犯的 我们要研究要怎么样 你这些应该是不犯的 你不是目的 有些在智慧产产权的方面 当然啦 在世间法上都是说 这是我私人的财产 其实我都会这样子想 释迦摩尼佛的财产 佛经啊 他都没有版权 我们呢 世间人的凡夫的智慧 都不如他 我们都说我有我版权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世间人的智慧呢 常常在那边来边去 而且反反恼恼 结果我们都说 这是我的智慧财产权 你可以用这个来得到很大的财户 所以财户其实你也是吃三餐 当然我是另外一个话题的 所以他是因为是约定所成的一个法令 他有时候会改变 这个国家也是会改变 但是现在我们持这个戒 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去清损他 受他极险太大 所以我们copy集合我纯粹是要研究的 或是怎么样 这些事我没有真的要清损他的权益 如果法令改变或是人家说不可以 好那我就不要 再看 请问报所得税如果不如实 超过五千 会犯什么罪 报税没有守护主是什么意思 报税没有守护主 我们讲海关道戒啊 海关就是他是守护主 守护就是 我把守在这里 就好像这个金杯子 我是管理人 我管理这个金杯子 你们要拿 要跟我报告同意才可以拿 你要过这个海关 要让我检查 你才可以过 我如果没有检查你 你要诚实报告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呢 需要 报税的 缴税的 所以他是一个管理者 所谓守护人就是 他是一个管理者 拥有者 或是他是一个 这个 检查 或是他是 我们要对他 来诚实的 所以海关 这个守护主呢 我们讲 律上都会讲海关 那在佳菩萨界里面有谈到 不输官税呢 他犯清购罪 那这里有比较有 有复杂的 有不确定性就是 如果你说 那我没有诚实缴关税 没有没有 没有诚实缴所得税 我缴所得税 我少报一点 不管是做生意也好 或是士隆工商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缴少一点 你可以合法的 结税 避税 这个不犯戒的 我合法的 开好几家公司 结税 这不犯戒的 那你报税 如果不成死 超过五千呢 会不会犯仲戒 这个呢 在佳菩萨界说 你不如死报税啊 犯清购罪 看起来是先犯清购罪 因为他不是一个呢 像海关的管理者 但是呢 在这个 有些呢 有些法师也讲 那是不是超过五千 也要结重罪呢 这个就是呢 没有很 没有很一致的说法 所以这里讲呢 就是 我们还是要 如实地去报税啦 如实地去报税 不要被疾险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会违反法令 所以在违反法令 这一部分来看 你就会被罚钱 罚钱你就缴钱嘛 缴多一点而已 是这样子 再请问 台湾的佛学院允许在家居士去学习吗 符合什么条件可以去学习呢 有些都可以啊 有些佛学院都可以允许居士去学习的 那你就看 哪个佛学院去请问他就可以了 第二 听说别人要出家的时候会现出家像 不到明白 有出家意愿的居士要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应该出家呢 什么时候会现出家像 出家像就把头发剃起来 其实啊 我们修学佛法你讲的意思啊 慢慢呢 你自己如果 有那个环境或是有那个意愿 你的准备 因为长远心 长远心 那所谓出家像 其实呢 不是在像上 而是在心态上 我们心态上呢 一续续转变 好要佛法 好要戒律 不管是男众女众啊 其实出家众呢 他责任比较多啊 你出家以后 你会不会觉得 跟我在家想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不是你在家所想的这样子 这样才对 如果完全一样呢 何必出家 就是不一样 你身心应该会改变 你的所思所想也会改变 这才是对的 如果你说我 我在家想的出家就是那样子 我出家后还是一样 那这样出家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你现在所想的 就因为你现在所想的心态 你去准备 去准备 那这些呢 可以请教呢 或是呢 这些呢 在座的师长啊 法师啊 这些我们要到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就是我们慢慢 把我们呢 那种修行的意愿去调整 然后呢 愿意呢 追求断烦恼 解脱生死 自立利他 这个目标是我终生的希望 我愿意去承担 这个是 那 长远心才有办法呢 继续做下去 再请问 世间法当中有些场所啊 说真法 一 很容易变成是非 那这样可以直说吗 刚才有讲到啊 刚才有讲到啊 你如果要利益众生的时候 你直说 会变成是非 会变成误会 你就不可以一下子直说 你要先委婉 委婉 委婉 或是有试会 或是会伤害到他 你就要委婉 转折 有时候先讲 委婉的 你要留后路 你不要一下子说 讲的很假 你要假中带真 真中带假 这有点难啊 对这边就是有点难 这戒律上来谈到有一天呢 这个猎人啊 捕鹿 追鹿 追兔子 追鹿啊 追过来了 鹿受伤了 跑过去了 比丘呢 看到了 鹿跑过去到那边了 猎人呢 跑过来 问 比丘 看到了没有 那个鹿啊 我们呢 追的那个 那一头鹿 有没有看到 比丘呢 如果讲 有看到 说他跑过去了 这猎人就 往那个方向 就会杀身 他犯戒 如果呢 比丘呢 说没有看到 比丘呢 就放妄语戒 想妄语 请问这时候 比丘要怎么办 比丘就要这样子讲 比丘心里想呢 一切都是空的 无所得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现象 都是不存在的 都是无所得的 所以呢 这个比丘就讲啊 没有什么可以看到的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看到的 你要找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的 你不能找的就是不能看到的 这下子猎人就被他说的一嫩一嫩的 或是呢 你就看到呢 你所看到的 那支鹿的脚印就是有 他就跑过去了 你如果没有看到脚印 他就是没有往那个方向去走 所以猎人你是一嫩的 我就要问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看到脚印 那就是他的方向 你如果没有看到脚印 那就不是他跑的方向 所以你要真中代假 假中代真 所以他心里所想的 这时候他维护鹿的生命 他也没有打妄语 我讲的就是真的啊 我讲的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幻的 我讲的 我心里想的 我入到佛的理性上的时候 我讲的话是真的 所以你要找的那支鹿 其实是没有的 对不对 我有没有骗他 我没有 我现在是在讲理性上 因缘所生法 对不对 都是空的 你要找的那支鹿是没有的 这时候呢 比丘他没有犯戒 他讲的是诚实语 所以真中代假 假中代真 这个是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熏习 一直熏习的时候 你讲的话就慢慢有智慧了 你也可以利益人家 也可以保护自己 所以这里就说 你一定要受戒 你才有办法学嘛 你一定要慢慢去学 学取佛法 你才要进入 你才有办法学啊 好 再请问 如果供养佛像啊 有金相身 陶瓷相身 金身比较小尊 陶瓷比较大身 那供养的正位怎么安排 你的心啊 觉得哪个比较好 就放 摆得不错 这样就好了 这个正位 你在care 说是金色的 还是淘气的部分而已啊 佛生他没有在分别啊 是你我们自己在分别啊 你自己分别的认为怎样 你就摆得 看得过瘾就好了 拜得觉得心安理的 这样就好了 其实他没有规定的 一般当然就是 你说金色比较小尊 我的金色小尊 旁边是比较大尊的 怎么样 那你就把小尊的把它撑高 就很大了 你自己的心去把它呢 做一个呢 方便的处理 再问腹界有什么意义 后面会再讲啊 就重授界 正义界 它会加持 加强我们的誓愿力 加强我们的誓愿力 后面会再讲啊 那三规五界呢 你看莫利夫人他在重授 在第二次在授 加强我们的誓愿力 让我们对于断恶修散 度一切众生 这个誓愿力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我们一直随喜 我一直随喜呢 要来断恶修散 度一切众生 这个力量 我一直在加强它 这叫做正义界 叫做重授界 第三 请问 遇难的人 能够往生吗 也能够啊 这个 一棵树 有一天啊 比丘就问佛 如果我们 这一生没有办法正到果位 没有办法做主 不晓得生命一下子 突然明天就无常了 怎么办呢 突然明天就无常了 我突然呢 意外了 生病了 死亡了 世尊说啊 这棵树如果它都砍向西方 它就会倒向西方 我们人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再生呢 都是一直在修学佛法 向着戒定会 修学经论 修学圣道 念佛 要求生西方 我们的正念 有时候 有时候你看这个人 突然意外 或是遇难了 有时候呢 我们后来的人在帮助他 不管是祝念啊 或是回向啊 或是做功德给他呢 他有时候 刚才 刚开始意外的时候 他当然有时候 可能一下子 正念还没有现出来 可是等一下呢 他就会现出正念来 因为他会看到亲人 为他做的什么事情 他就在恢复他的正念了 他就在往他原来 修学的方向去了 这样知道吧 所以也是可以往生的 第四 人在此地往生 灵魂是在此地吗 灵魂在此地吗 不会啊 六道 众生的时候呢 中英生的时候呢 他一念 他哪里会局限在加拿大 他一念 我的父母在哪里 在台湾 他就到台湾 他没有受限制的 你讲的是中英生 中英生呢 他的念头啊 没有人可以阻挡他 除了呢 他的下一生的 父母的 所谓的 这个胎啊 胎工啊 或是呢 一些特殊的 他一念 我的父母亲呢 父母亲呢 父母亲在台湾 咻 就到台湾了 他没有受限制的 所以 你讲的是中英生 中英生呢 他就看他的 夜果 善恶的夜果 如果 如果 中等的 他就是夜果 还有中英生 如果大善大恶的人 或是你有 愿望的人 他的 往生的时候 他就比较快了 如果你都停留在这边 就不大好 你不可以停留在这边的 不可以变成中英生 一直停留在这边啊 那你不是守思鬼了吗 知道吧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 人死为鬼 这观念不对的 那不得了 我的父母 我的祖先都还在当鬼 在佛法来看 是不合理的 那你 那你对祖先都没有信心啊 我们的祖先 我们父母应该是往生善道了 在升天了 不是在 不是在那个坟墓里面了 那就很凄惨了 所以 一定不是在此地的 此地会这么好吗 会比天上好吗 会比极乐世界好吗 华华 如果我只想 想说 两小戒 我没有想说 大的戒 是我不想先说了 什么 灵受 算不算我受了 等一下呢 再请妈妈跟你讲 请问 放晚菩萨戒跟 于且菩萨戒有很大的差别吗 没有 他通出家跟在家受 通出家跟在家受戒 于且菩萨戒他讲的 开这慈患的戒相比较详细 所以 那放晚菩萨戒呢 他是一个总缸 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一部分而已 因为他很多品 放晚精他很多品 没有传过来 所以这里呢 两个都要一起看 都要同时要学 那因为有 饭榜系列的菩萨戒 也有于且系列的菩萨戒 这是两大传承 这两大传承都要一起学 一个是顿兽 一个是健兽 所以他有不同的概念 再请问 如果别人称我是大菩萨 某某菩萨 如何回答 那一般我们会 大家会互相 某某菩萨 某某大菩萨 这是呢 他不是讲说你是化身吗 这是我们在互相 因为你譬如说 你是一个菩萨心肠的人 你是受了菩萨戒的人 我们这样子讲 没有恶意 我们呢 不是啦 或是我们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呢 中国人 我们比较会这样子 但是他怎么样回答 你 你就谦虚看怎么样子回答 都没有关系啊 我们是谦虚 你说你也是菩萨啊 对不对 我大你比我还大啊 我们大家都一起大这样就好啦 不是只有我大啊 好 再请问 大陆有很多佛佛 他们是真正的转世佛佛吗 如何区别 有些事 就是封号 因为在藏传里面 他们有些封号 其实 这是我们 我们中国人的名词 叫佛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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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